为什么40岁的女人想着离婚? 都说女人比你男人更怕离婚,这是真的 很多时候夫妻之间有了矛盾 一直是女人退让得多,容忍得多 因为相对男人而言,女人一直是弱势群体 恋爱和婚姻真的是两种概念 恋爱时,若觉得对方不合适,大不了扭头就走 而婚姻却不一样 当一个女人打算步入婚姻的殿堂时 就决定和你相守终生 但这似乎给了男人一个信号 结婚后女人是男人的追随者 男人可以肆意妄为使唤妻子 而女人则受再大的委屈也能忍耐 也不会选择离开 所以生活中你会发现很多女人非常委屈 她们不知道怎么办 有太多的羁绊让她们舍不得离开 下定不了决心离开 当然也害怕离开之后怎么办 这就像男人捏住了女人的命脉 她知道孩子还小,你舍不得 她也知道你离开会很无助 所以你会忍 她同样知道女人期待一个完整的人 你不会轻易打散 但女人的忍耐也是有限的 迟早有一天她的希望会耗尽 这样的一天便是女人在40岁的时候 倘若一个男人一直令一个女人失望 那她在40岁的时候便会想着离婚 情况一 40岁对于女人而言是红颜江老 时光一世的恐慌感 而这个世界本来就偏好女人的青春和容貌 如果跟一个男人相处几十年都只是失望和痛苦 那她自然感觉到生命的不值 想抓住青春的尾巴 放手不值得的人 寻一份亲密的爱情 情况二 很多女人在痛苦也不愿意离婚 很大原因是因为孩子还小 舍不得不忍心 那时候的自己把更多的精力都花在了孩子身上 所以人人就过去了 而40岁之后孩子长大了 不用担心孩子 精力也转移到自己身上 便开始考虑自己的需要 倘若当下的婚姻一直令她不幸福 不开心 她自然也会想着离开 情况三 女人在40岁这个年龄阶段 对老公的依赖性几乎没有 如果伴随矛盾的夫妻 关系更是平淡 平常都是各过各的生活 而女人在这个时期 不管在容颜上还是金钱上 都有自己的资本 若以自己丈夫情感上长期冷淡 那她也不会继续留恋 当然以上三点只是客观点评 我还是希望每对夫妻都能长久幸福